這個佔地大約700平方米的商場空間 除了預留了4、5個舖位給社會企業成租 未來還會設有開放式舖頭 等有異創業的年輕人和小商戶租來做生意 考慮到他們的資金不多 房委會都在這些舖頭的設計上下過功夫 一般進來立即開營業 這個可以幫助很多年輕人的小商戶 你知道開業要很多錢 創業要很多投資 開始的時候就不用怎樣投資 拿些貨物進來買 創業有風險 房委會也特別將租任期設為兩年 期內結業只要有三個月的通知 就不用罰款和沒收訂金 還有一個月的免租期 房委會期限這個位於遊堂的新樂城商場大本營 會在今個星期六事業 12月初正式開幕 房委會說商場目前的出租率達9成8 平均每平方米的租金是420元 房委會暫時還未定下商場人流和消費金額的目標 但與其新商場可以吸引到區內超過10萬名的居民 和港鐵完善的市民消費 香港歡分電視記者李永瑜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